2022年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已经结束 各大平台的收视成绩单也新鲜出炉了 从名单上看 湖南卫视还是收视率第一 其实湖南卫视夺冠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基本上就是年年第一 不仅阵容强大 而且湖南卫视的画面质感让人非常舒适 湖南卫视是综艺界的老大哥 这是谁都恨动不了的 当年江苏卫视赤举资邀请张学友和周杰伦同台合唱 本来江苏卫视可以稳拿收视冠军了 可是湖南台还有新动作 而这次湖南卫视不仅是收视冠军 更是拿下了所有电视台跨年演唱会的收视率最高峰值 时间是在12月31日晚21点16分 当时上场的是如日中天的杨子 杨子在2019年凭借亲爱的热爱的大伙 事业上也上了一个阶段 现在他手里还有青山形余生 请多指教两部带波剧 湖南卫视再次夺冠没人感到意外 可是东方卫视这次为什么会排名垫底呢 要知道东方卫视近两年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肖战在东方卫视已经连续跨了两次年了 给东方卫视带来了不错的成绩 虽然远不及湖南卫视 但每次肖战一出场 都会拿下收视率的最高峰值 如今的顶级流量明星 足以改变一个电视台的收视率 而湖南卫视能每次都蝉联冠军 是因为有足够的流量吸引 而东方卫视因为吸引力不足 导致这次垫底也是在所难免了